Hello,大家好,我是阿玛 今天我想问一下ChartGPT 阴阳时的下一只视神是谁 看他会怎么回答 好吧,我们来试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官方的回答 他说他无法预测 那我再逼问一下 这个是真的就是完全瞎猜了 那经过这样简单的测试 我们可以知道ChartGPT是 基本上它是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的东西的 它不会给你做相关的分析 或者我们换一个问题问一下 你看它还是非常谨慎的 具体时间还需要根据技术和社会进步的情况而定 其实我昨天已经试过很多类似的问题了 就是我发现所有关于预测未来 关于未来形式分析的一些问题 ChartGPT都会非常谨慎的去拒绝回答 或者说给出非常含糊的答案 所以说它是不会给你做预测的 既然没有办法预测未来 那么我们试一下发生在过去的一些事情 我想试一下现实中没有被解开的一些悬案 都市传说 比如20多年前南大碎尸案 这是一个非常凶惨 但是至今未破的一个历史悬案 我们看一下ChartGPT有何见解 这部分完全是在胡说八道 时间地点人物完全都是对不上的 也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四名女生遇害这样的事情 那可见你问到一些在现实中 其实并没有标准答案的事件的时候 它会给你胡说八道 这部分它并不是在分析案情 而是在凭空编故事 我们可以再试一下 试一下那个宁波红书包连环杀人事件 这也是一个都市传说 是真是假都不知道 也是发生在20多年前的 这部分答案其实和上面南大碎尸案是一样的 基本上就是在胡说八道 时间地点人物都是随之生成的 它是瞎编的 但是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新闻分析一样 它可以随之生成一些 看起来像是真的 但是满嘴跑火车的这样的社会事件报道 如果说被烂 那将来网上拉置新闻一定会越来越多 我觉得还挺可怕的 既然一些在现实中没有标准答案的过去事件 它无法做出正确的回答 那么我们试一下有标准答案的 试一下一些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 看看它是不是知道呢 请介绍一下安倍晴明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在百度、维之、谷歌上都能搜到 非常具体的人物介绍 看它能不能给出一个像样的答案 这部分我已经感觉它开始胡说八道了 这部分答案前面看起来好像挺靠谱的 但是你如果仔细读一下 就会发现它真的还是在胡说八道 比如说晴明有在元氏物语中登场 这部分肯定是胡说的 然后同样的答案我其实问过很多次 他每次给出的答案都不一样 而且每次都有胡说八道的部分 比如说我在之前试了一次 他说他是著名政治家藤原道长的秘书 藤原道长是藤原道纲的弟弟 安倍晴明是为藤原氏服务的 这一点是真的 这一点我可以作证 但是用到秘书这样的表述就很奇怪 不像是一个非常古代的答案 我们可以再试一下 每次试出来的答案都会不太一样 你看他的父亲叫安倍一成 这个名称就是胡说八道 著作白鬼夜行这部分也是在瞎说 所以即便对于一些在百度百科 维基百科上有明确性事业的内容 他也不是抓取而是随机生成 看起来好像挺有道理 实际上细节都是自己瞎编的 这样的一个满嘴跑火车的内容 因此对于一些历史客观事实 你也不能问他 他都是会瞎说的 既然客观事实不能问他 那么一些主观的问题 他会不会有比较有趣的答案呢 我们来试一下 大月丸和九吞童子谁更强 这个问题就非常主观对不对 完全就是在胡说八道 比如说大月丸是一位身材高大 力大无穷的武士 例如大锤和长枪 例如大锤和长枪 大家看到没有 九吞童子是一位外形可爱的妖怪 他有着快速移动和迅捷的攻击力 这个还是一样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而且最后答案感觉还挺客观的 很难给错一个谁更强 如果要进行比较 需要考虑具体的战斗环境和条件 你看在一条狭小的空间里 九吞童子可能更有优势 反之 如果在一个宽敞场地中 那么大月丸会更强 这个 就根本就不知道他是怎样给出这样的答案的 我们再试一下 这部分答案相比之前的大月丸九吞童子 看起来好像要稍微靠谱点 至少前半部分的描述部分要更加靠谱一点 但是后面也是开始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说了这么多等于没说 我试过很多次 所有这些带有主观性的问题 他都是会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 需要考虑具体环境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之类的 他不会去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 这个也是他比较狡猾的地方吧 我觉得 经过这些测试 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 所有需要依照一定客观现实的内容 他都不会对现实进行很好的抓取 不管是过去的还是未来的 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他都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他并没有去很严谨的采集一些 信源可信的内容 完全就是随之生成的 那么我们试一下一些不需要基于现实的 一些完全比如说主观创作 我们让他给我们编一段小故事试一下好不好 请创作一段 秦明和博雅 约会的场景 这个 很快 大家觉得这一段怎么样呢 是不是非常朋克的感觉 首先我们可以知道 他对秦明和博雅大概是有了解的 知道他们是日本人 你看在神社内参观樱花园 但是时间是错乱的 穿着简约的黑色西装 然后他描绘的场景其实是挺日本的 就是一张毯子摊开 然后坐下大家一起享用美味的午餐 这个是怎么叫Picnic 这个在日本还是挺流行的 包括回到神社 去参观了日本文化展 有查到日本刀和合适画等等 感觉也是在一定框架内随之生成 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这个我也试过很多次 你每次问他给出的答案都不一样 我们可以知道他是有一定的创作能力的 虽然这个故事可能思维比较混乱 但是光看语言的话 他在语法上好像是没有什么毛病啊 说明就是他脑子可能比较乱 但是他的中文表达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我们再试一下一些邪道的问题 看看他能不能给出回答 这个我只是试验而已 你不要想太多 可见这个系统还是有一定的法律 或者道德限制的 如果你的问题越界了 他会拒绝回答 说明还是有最资本的保护措施的 经过今天简单的测试 我们可以知道 他目前还没有办法 作为像Siri那样的语音助手进行使用 他给出的信息并不准 不管知不知道 他都会一本真经胡说八道 所以作为信员的话 他是非常非常不靠谱的 但他厉害的地方在于 他的语言理解能力很强 并且语言表达能力非常自然 如果我们不看内容 光看语法的话 你是看不出太大的破绽的 所以我个人试验下来 比较实用的一个功能是 进行外语翻译 因为他会多国语言 并且表达非常自然 用他翻译出来的句子 远比知翻 要效果好的多的多的多 这可能之后会成为一个翻译神器 我个人觉得 我也有和朋友交流过 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 我的理解可能不完全正确 可能有些一知半解 我了解到大概的意思就是 这个东西改变了人之互动的方式 它真正的价值 并不是让你和它聊天 它需要和其他软件进行对接 才可以发挥出真正的作用 它只是一个非常底层的工具而已 比如说 它和一个类似于 Office XCR那样的软件进行对接 原本你面对一份表格 你要让它生成图表 或者做数据分析 你得用知识才能听懂的语言才行 比如输入一串函数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东西 知识可以听懂人的语言了 你可以非常直白地告诉他 给我做一份数据分析 给我生成一张表格 他就会进行相应操作 包括现在网上很多AI绘图也是一样 你需要的并不是知识语言 你只要直接给他下命令 我需要一张和直纲理凡的结婚照 这种人类的语言 他就可以听懂 并且做出相应的操作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 怎么说呢 就是美国偏离那种 人被机器控制 或者人和机器的边界 越来越模糊的未来 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网上最近也有很多人讨论 因为有了AI 很多人可能会失业 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真实的 就拿我所了解的行业 并不是说自媒体行业来说 大家知道网上百家号 头条号有很多垃圾文章 那些都是垃圾流量 找一个小编 随便写些东西 小编体 某事某男子怎么怎么样 或者说非常非常劣质的影评之类的 那这些东西 现在完全可以交给AI来做 它可以非常高效率的生产出 大量的假新闻 或者说废话 这样的东西 那我觉得如果这个东西泛滥的话 那将来我们的互联网上 垃圾信息 垃圾流量 或者说难辨真假的假新闻 一定会越来越多 这个或许会发生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吧 总而言之 潘多拉的磨合已经被打开了 我也不知道将来会变得怎样 总之 这个实际使用下来 对我的充滞性还是挺大的 让我再消化一下 之后可能会再和大家做一些其他分享吧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视频的 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